哈喽 大家好 嘿 我们又见面了 今天呢 我是Daniel 我的同事Lisa 今天呢 我们会在这边跟你介绍一个 我们的 这个松厨 还有这一个日本的 这个Wondershare 它是在日本第一参销的 这个Brazil Gooker 所以我们今天会用这个呢 来教你们煮一道 家乡蒜蓉排骨 好 现在 我请我的同事Lisa 开始帮你们示范一下 ok 现在我们把锅子 放到你的那个炉灶上 第一点呢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 油先放下去 放了油之后呢 我们打开火 直接的把你的蒜头 ok 你把蒜头放进去之后呢 你把它爆香 嗯 其实油不要太多 油只要足够你炒你的蒜头 就可以了哈 把你的蒜头呢 把它爆香起来 当你闻到你的这个蒜头啊 啊 它已经 有香味了 然后呢 从这边你直接把豆腐 跟它加进去 你这个小块 你这个小块 马上小块 扣你 ok 你把这个豆腐跟它加进去 加了呢 我们把它烤均匀哈 确保这个豆腐的香味呢 会出来 ok 当你的豆腐跟你的蒜头 这个均匀了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排骨 直接的跟它倒进去 倒进去之后呢 我们将它搅拌均匀 让你的这些排骨呢 都吸收了这个蒜头油的香味 当你没跟这一个排骨呢 已经弄到这个蒜头油了之后 我们把这一个泰国辣椒酱 把它加进去 加了之后 我们把它继续的翻炒一下 让它均匀在一起 ok 你看到它已经全部有香味了 我们直接的把这个水 跟它加到里面去 那么你跟它搅拌均匀 ok 你把它搅拌均匀了之后 你看到它在滚啊 ok 我们把盖子跟它盖上去 ok 我们看到它这样在滚的时候呢 我们直接的把它的这个锅盖 跟它盖上去 如果今天你是属于 右手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呢 放在右手边 它方便你来操作 今天如果你是左手的 你也不需要说 我把左手过来这边这样关 你只需要把这个呢 移过来这一个部分 你只要看到它上面这边三角形 对着你的这个手把的三角形 直接呢 你把它关起来 那么呢 你可以很顺手的这边把它按下去 只有你帮它锁上来 把这个配重头放正 那么呢 才是属于一个气压锅 当你一锁了这个 配重头你放正的时候 你会看到什么 你会看到这个 三重安全锁 我们叫做佛指防 它会自动的伸上来 只要它一伸上来 它告诉你 里面呢 它已经是有气压了 所以它伸上来的时候 你再也开不到这个手把 即使有别人 他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他要来打开 他也是开不到的 所以给你双重的安全性在这边 OK 我们这一个呢 等到它的配重头这边 有这一个声音出来 叙叙叫的时候 那么我们需要算时间 把火调小 这边呢 我们给它去煮 次你要煮什么东西都好 你一定是 把锅子放了之后 三角形 对着三角形 直接把它盖起来 那么呢 你把它关 这一个 记得手把要锁 如果你的手把没有锁的话 它只是一个普通锅子 它并没有气压 它气压不会形成 而且今天 如果有我们的这个气压锅 你都知道 我们的老板 他有送你一个非常好的礼物 配合做这个东西 今天如果你是 要拿来给你的食物弄烧 或者今天你是要打 把它当做是一个普通的锅子 你只需要把我们送给你的这个正品 放到上面 就可以了 这个玻璃盖呢 它可以让你啊 用普通的煮法 所以你买这个锅子呢 它并不单单只是一个气压锅 它同时也是一个多功能的锅子 你要在里面包香东西 你要在里面煮汤 当做普通锅子 它都没问题的 可以使用 ok 现在你看到 我们的这个东西 已经好了 所以呢 我把这个 ok 我把这个移开 那么你看到 现在呢 你这个 蒸汽阀 现在你看到 这个蒸汽阀 它已经掉下来的 所以当这个蒸汽阀 掉下来的时候 就告诉你 它里面已经没有气压了 当它里面没有气压的时候 你可以 很容易的 把这个 锁 直接的 跟它推进去 所以你把这个锁 推进去之后呢 你直接的 可以把它 来 我们把这个啊 这个锁 我跟它推进去 你直接的把它 这样子哈打开 记得啊 你要打开要锁 一定是三角形对三角形 直接的把它打开来就可以了 哇哦 你看 一个色香味最全的这一个 加香的这一个蒜蓉排骨 它已经好了 所以我们把它这样子哈 把它搅拌一下 非常漂亮的一个蒜蓉排骨 今天在家里 你如果你是要配饭 你可以把它这样子 哎 今天我准备了一个白米饭 那么呢 排骨你拿起来 你看 今天你这个排骨哈 你只要轻轻的这样子啊 跟它转一下 它这个排骨呢 它就会好 全部的散开来了 看到没有 它里面的肉质哈 因为我没有这个 帮我扶住它 我给你看这样子哈 看到吗 它的这个哈 就全部的散开来一点 看到没有 ok 所以我们把这个 跟它拿起来 如果你不要拿起来 你要放在里面给它保温 都可以的啊 都没问题 你只需要做什么呢 你只需要把我们送给你的玻璃盖哈 跟它盖在上面就可以了 ok在家里如果你要更加美丽的话 你可以放上一些什么呢 你可以放上一些银絮 你可以放上一些 拉椒丝 直接的给它 点注意一下 它就是一个 美味可口的 家乡蒜蓉排骨 ok好 今天我们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看来 我们就可以把那个 衣服有没有 保护的 那我们可以做的 但是我们可以做的 分开